有看到這個魯副總統 簽罪到這個總統的候選人 有來做一些他的看法 奉海一團創辦人過代名 自己操練說 他代表著主流的名義 主張說 讓老闆來帝國 我們黨真好 包括藝人賴佩霞 兩個人搭檔 現在典開後 連署來進出 獨立的參選的主席 但是政府總統 劉秀蓮 二十一號 接受到訪問的時尊 意有搜集標示 要領到國家的人 不要自己在那裡嘲笑 說他是大頭戚 所有的人都要聽他的話 而且不應該 騙流性 不應該為了騙流性的選票 帶我出來之後 一名流性 來嫁不住 來做搭檔 就很像有人說 要騙年輕人的選票 現在就召高 他開眼笑 在那裡嘻嘻嘻嘻嘻 在那裡嘯不住 要騙這些年輕人的選票 這都很無聊 魯秀蓮 正副總統 既然有 沒有規定 大老闆啦 所有人都要听他的话啦 民主国家的总统是人民的功夫啦 宪法是通在这架比通在这极竿的欺负啦 所有的总统 郝酸林都要尊叫宪法来行 陆少年继续说啦 说现在有一些郝酸林对着宪法完全不清楚 这很危险 如果能找到一名 非常了解宪法来保余不足的傅手来搭档 这这样就较好 媒体有在问啦 说啊这四名啊 这个总统的参宣林啊 都种设定怕想要找这个郝酸来做傅手 陆少年回应说过去不准郝酸来丹饮要测 这是不平定的 现在耍带郝酸来搁不去装饰一个这样 来搁一个平定 不是说媒体要骗郝酸的孙票就找一名郝酸来搭档 陆少年以共调台湾的郝酸 孙民的头是很清澈的 最初是很高的 不要再用那个鸡饼上来欺骗 应该要在意的就是总统郝酸林 有他的专重 可是其他有他的夸实的时候 副总统郝酸林就是要来補总统郝酸林的不足 应该对专业的作用来判定 他说是不是好的好酸林 他还知道 专国他说带郝酸 这样来CD顶点 结果他说要骗一些郝酸的孙票 因为这样就可以正出到鸢的孙票 另外鸢修连也怀疑 在晚上 哭声 这个基盘 烟窃灰 在这绍瓜 在这挑舞 在这欺骗到年轻小孩 鸢钢的孙票 会活动 参酸人 他也直接说 他说有一些人要正出孙票 就找一些年轻小孩 在这里嘻嘻嘻嘻嘻 跳舞有的不的 他認為這很無聊 做總統就要有一個做總統的模樣 要找向來做副總統 應該是來保他的不足 台灣的內政跟外交不正 可以說空前的條件跟危機 希望選出最好的人 這是全民自豪 這是我們看到的魯秀蓮 這個副總統 最近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說就說了 說得安定 切片子說 說了 說就好 魯秀蓮他就說 他如果沒出聲音也是不可以 來啦 另外一篇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 所謂過台名 你要說什麼嗎 沒有 這個過台名 他搭檔我們知道就是一名英文嘛 那就是賴佩霞 那當時大家認為說 這個賴佩霞出來 這哪裡是加分還是苦分 也沒人知道 但是哪裡有加分沒有苦分 最近的民調已經都說得很清楚 我說沒什麼變化 沒什麼變化 沒什麼變化 今天我們在這個賴佩霞 有看到 黃家華 先生有寫了一篇 這個賴佩霞 在自由講中寫的 他專門來講到賴佩霞這個人 我們來看他怎麼寫 他說最近朋友有團賴佩霞 那當年跟賴佩霞搭檔 那一電影片來給我看 那兩個人就在那裡搞笑 就在那裡對話 當然賴佩霞 魯書 都用台語 賴佩霞在那裡對答 說得很長 一些台語的語氣 也有很多人說得很標準 在台灣這麼出事 在台灣這麼大 雖然他在說台語 我們就知道 他就是正港的台灣小孩 這個賴佩霞 今年六十歲 就是整台北官笑哪頂的人 他有經過兩大的婚姻 他也有相當國籍 就是美國和台灣 當然他必須要放棄到美國的國籍之後 才可以變成了過代名的婦姓 那他的學令呢 就是這個台北市 新北市 收入、學薪、高級、雄工 執業、學校、無畢業 另外 他有去那個 中公 託濟南大學的 這個國際關係行為的 法學博士 年輕的時候 因為他是混血兒 人生得很大 而且那個五官 很明顯 很輕 皮也脆 很漂亮 歌聲也很大棒 他自己為了要獨立來模型賺錢 他在十六歲的時候 就在歌天在那裡唱歌 煮大廚 因為他爸爸的美國人 把他生下來之後 反正他不生就 鬧炮在美國去不回來了 所以他十六歲就去歌天 煮大廚 在那裡賺錢的生活 十八歲變成了 然後一名歌手 正式出道 就開始拔肥 那當時就有拔肥 有青瓜 有煙霧台秀 就對了 三種各種都有 可以說是一名都才都的的名稱 他贊金也在一齣電子 說讓人選之人做農家當中 拔肥到四層 滿意都全國第一的總統 叫做林冠軍 那電視鏡的電子 不好意思說不行 這齣電視鏡在20023年 第五十八代的金獎獎就對了 也就是越配角的眾 不會這觀眾對他留下了很親的印象 賴霧霞 他的阿公在國人 帶到賴霧霞的美國阿嬤 在美國生下了賴霧霞的爸爸 美國人 他們老婆就是越前的時候 住手在台灣的美國軍人 如果賴霧霞的老母呢 是在那當時 住手在台灣的一名 美國將軍處在那裡做年老 當然這樣跟他們老婆 這個美國的阿嬤哥 來食材亂愛 來生孩兒 但是不結婚生孩兒 但是他們老婆後手 被釣去外籃的前線 之後就在人間消失掉 人不知道是對美國回去 還是怎樣都不知道 過程結束之後 過程結束之後 他們老婆就回到美國了 沒有對台灣來找 沒有消失 簡單說就是 沒有父親人的一個男人 就對了 這個陰性專武 他媽媽就很辛苦 跟車用 在那個很保守的年代 就對了 聽著說 說台語之間的愛情 有頭無尾 他屬性主公的青華人 賴北辰是其中的一個人 就對了 他曾經 沒有自己在說 自己在小時候 很多人看到他 都跟他說 你這個政就是怎樣 黑白人的就對了 讓他心肝頭真受傷 但是現在 這個過代名 邀請到賴北辰 來做他的副手 做搭檔 可以說 創下之後 我們說 憶會改人數 進入政府總統 正副總統 選舉的紀錄 這個鵝勒也有 倒口真小也都有 就對了 人生就像這樣伴起的 氣氣熱熱 變化 真的讓人療傷不夠 他想 要再憶一齣 真真正正的總統 選舉秀 這個人呢 他有台灣 有美國 有德國 有日本 四國的系統 其實他的外母是日本人 我叫他台灣的 我想說 他還有一個日本 他外母 他外母就是 他媽媽的媽媽 他媽媽的媽媽是日本人 但是怎麼我看 就看不出說 他有中國的系統 或是說 他中國的系統到底是有多少 不過他自己說 他是台灣的中國人 他出生在台灣 在台灣大漢 最會讓人危險的地方 竟然 到底是早起 那個國民黨洗腦 洗一個頭盤子 或是去中國 找那個所有的智能大學 去給中國共會 洗腦 洗一個頭盤子 是怎麼看 阿公 德國人 阿嬤美國人 我阿嬤日本人 老婆台灣人 結果他生出來 他爸爸 也是美國人 結果他生出來 他說他是中國人 阿嬤不知道 說自己 自己 他不知道說自己 是站在這個 連米 連米控 他的會議就對了 或是站在這個 連米控 中的第一線 他黏黏不忘 說他是中國人 那青春已經違背了 以周中 八代的決定了 但是我們也是 尊重過檔的 這樣 經出到 他 所謂的 認算基因 就對了 這個賴佩霞 這就是 他台下 他一生的經過 來到今年 已經六十歲了 那個 是到是不是 有辦法真的定義 做副總統 還拚到他 現在是可以連署 他的社長國籍 如果沒有放棄 如果放棄不符 那時候 基本就不能定義了 就不能定 所以連署有過 有夠爬索 你也是不能定義 所以這個後面 還有人 這個年輕人對他 是千分的 對啦 像我對他很千分的 對 這個年輕人對他 是千分的 所以算這個 到底有加多少分 我不知道 這樣 如果這個民調 肯定沒有加分 對 這個民調肯定 當然選副總統就是要加分的 對不對 要保育的不足 這樣啦 如果選他做副手 有加分不加分 生涯說不加分 不加分 民調不起來 對啊 沒有起來了 對 算是已經退休的人 還有一些少年人 沒有的人 有 好 這個過代名算的 過代名就說 他放棄上中國 這應該是 可以成功去平基 成功率差不多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這樣就對了 過代名你肯定說百分之一百 又九十九點九 那意思是說 怎麼可能不會付人平基 那如果他現在看兩個人的民調 應該是會不會付 已經都沒有很大的關係了 來 說得不好聽 他啦 本身 自己問他 才才會說 這個民調這個行政 我們就賣掉 我會貪一個賣掉的大棟 我就放棄美國 這個我合併 所以到底有認真 放棄美國這個 我們不知道 是不是 好 好 這他們的事情 這我們不管 我們就賣掉這棟子 持續造行政 這個就做什麼 繼續把民調 把它扭開 扭開 這樣就對了 好來 感謝 空白空空空 空五八六六八 太講 來了 來